超級多吃的 還在踢眼 直接踢出來啊 哇 沒有在演的啊 OK 歡迎回到 TuneCode 從我們到達哥 今天我們要請大家都是 吃我好 大家好 吃我好 對對對 再來 這樣子的 障級的 因為他剛好來挑戰我們的 第二屆大陸網站 對 然後 如果想要看他的影片的話 我會把電解釋在這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他的挑戰過程 謝謝大家支持 我們其實 最有名的是炸雞 對 都已經來了 看看 一定要來試試看 對啊 如果想說 這個第二名的名字都叫做 炸雞的 感覺可以不吃的炸雞 沒錯 一定要來試試一下 我對我們家的炸雞 主持人物非常的親 真的嗎 真的真的 好 不補爛好不好 等一下 好吃就好吃 好不好 不好吃你就直接跟進 你手說 對 你就說 難吃 不要來吃 就是這麼有信心的 他晚上很有信心 對對對 我們立馬請他來品嘗看 我們就是 最出名的炸雞 然後我們有分兩種品 那這個是免吃脆餅 然後我們還有分 一種另外一種去裹皮的部分 對 那就可以根據你喜歡的口味 會去選擇你要的外皮 對 對 對 那我們就請我們好好來品嘗一下我們的炸雞 好 我剛想要這樣玩 早晚怕我吃不飽 準備了兩個炸雞給我 好 很棒 因為我真的沒有吃飽 真的沒有吃飽 對 哇太囂張 太囂張了 哇很香耶 對 外皮看起來像很舒適 那我現在咬一口吃看看 看到沒有 超級多吃了 還在吃飽 還在吃飽 只是滴出來啊 好不好 沒有在演的 沒有在演的 口感怎麼樣 外皮的酥 然後搭配裡面的肉 非常軟嫩 所以你會吃吃到兩種口感 跟凍蛋的腿包 對嗎 這麼浮誇的嗎 因為它剛剛出爐啊 真的是很好吃 剛炸的 老闆可以問你 到底是怎麼樣把它做到這麼軟 我看什麼 可是有用特殊的手法去處理它 好 秘方不可以公開 也不算秘方其實 它是利用一個機器 哦 對 那個機器是蠻貴 一台的話 就要吃完 了解 對對對 所以就是好吃 必定有的 對 連我們的鹽料 都是純天爛 也會添加其他什麼 奇奇怪怪的東西 然後我們的雞肉 都是每天 生鮮 新鮮現狀 我們沒有在用冷凍的肉 所以說 就是 夠新鮮 我們才敢這樣子做 那好吃 很好吃 OK 再來我們試試看我們 就是腿骨的部分 好 我們的腿骨也是 就是都有處理過的 剛好在腿骨這個部分 會連到有一點內臟 所以通常在凹槽的部分 還給各位觀眾看一下 就是把它翻過來 就是在這個凹槽的部分 對 對 對 就是可以看到非常乾淨 就是我們 有熄火了 就是這裡會的 就是那一張 就是 對 我以為還要在第二道程序 對 就是非常用心在處理時期 感受得出來 腿骨的部分如何 等一下 剛剛一咬出來 變得刺激 就留到我的手指上 有點想燙 小燙 對 大家吃這個要小心一點 因為我吃真的蠻多肉的 第一次吃炸雞好吃到 被汁的湯伤 那種感覺 但是真的覺得很厲害 你吃什麼 對 而且我們的汁 它不是地蘇蘭那種 它是 流串在肉裡面 肉與肉之間 你要咬下去 你會感受它 那個肉汁在你嘴巴裡面喘 這樣子 你只要來吃 你就可以吃到 吃麵醬的炸雞 真的是不太一樣 真的是有用心在做 對 我們今天來吃吃看我們的 水牛層辣雞翅 對 那這個水牛層辣雞翅的吃法 是把這個醬 熬點上去 對 那我可以先吃它的原味 可以 你可以先吃它 我吃東西 我喜歡先吃 先吃原味 一般來說 雞翅的部分 它這個 就是我們所謂的 它的醜 對 會比較讚 可是 它還是很多汁 還是非常多汁 是 是 牛層辣醬 對 對 口味 味道太辣 甜甜 酸酸的 對 因為像我們這個醬的話 也都是自己調 對 然後 它是有用 四種不同的辣椒 去調 所以它吃起來 會比較有質質感 對 然後它會吃到 辣椒醬 然後辣椒粉 然後更新鮮它的味道 對 對 但是我還是覺得 雞肉很神奇 這麼讚 呵呵 這個很好喝 對 大家有機會 來到高雄的話 可以來吃吃看 它的炸雞 那 資訊的話 我會再放在資訊欄 沾一點檸檬 對 試看看 對 我們都不理好 那如果說你想要吃比較酸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在自己家裡 對不對 好 最後一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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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 來吃一口 好 完食 好 然後我們來說一下 總結一下我們今天炸雞的口感 好 口感的部分 真的有讓我檢驗到 因為 有點想說 該不會是老闆自己在吹 好厲害 這不是業配 好 因為 一咬下去的時候 那種會嚇到 因為我第一次吃 炸雞 它那種吃會已經 淋到我的手上 那種感覺 就是 非常的厲害 因為平常 之前也在吃 浪差點 對 他們雖然很脖子 但是這一間的話 真的是 我只是 我只是想要推薦給大家說 如果想要被 抱在嘴巴 來講解 對 抱在嘴巴 對 那種感覺可以來吃 這樣 皮很酥脆 因為我可以把蛋 好的推薦 不是在吹的 真的要來吃吃看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下次想要看我們邀請 對 底下就有邀請 我們下次就邀請大家一起 好不好 好 請各位 請上 掰掰